用一天半的时间讲了九段自己的经历 如果有我们共同的经历 希望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我们这一茬人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 上学的时候没学上 工作的时候下了乡又被人家再教育 有人说青春没有选择 所以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的 没有选择 我们是很无奈的一茬人 走到现在大家都不容易 像我同学 听说现在下乡的 有国内飞翔顶尖的科学家 医院的院长 总而言之 等一清过后 我们在纽约的这些人会组织一下退休到哪儿玩 有共同爱好 共同经历 我喜欢钓鱼了 大家在一块 安度晚年 祝各位这些同龄人 身体健康 夫妻和睦 子女孝顺 安度晚年 大家保持联系 谢谢观看 有兴趣的话 大家有更精彩的 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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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栏目